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考量地震 我们在上几个单元有说到地震有好多种类 一种叫设计基准地震 设计基准地震有两个名称 一个名称是475年回归期的地震 另外名称就是在50年的服务期限里面 这个结构遇到超越这种地震的几率是10% 那就是设计基准地震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是最大考量地震 我们看一下这个专有名词 最大考量地震最大就是maximum 考量就是consider 地震是earthquake 最大考量地震就是maximum conceded earthquake 那最大考量地震的话 那就是说在50年内超越这个最大考量地震的那个几率 就有2% 那这种地震叫做最大考量地震 那所以说这个tear这个时间就是50年 那如果说我们比较一下设计基准地震的话 那就是说在50年之内超越设计基准地震的那个几率是10% 那很显然最大考量地震发生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那就是说在50年之内超越最大考量地震的那个几率只有2% 那我们就想想看说这个最大考量地震 这个发生的那个回归周期是多少这样子 那一样我们就会是假设说这个地震的那个发生的那个次数 乘一个poison distribution这样子 那就是说在这个50年之内 这个会发生的那个几率 发生超过这种地震的那个几率是2%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probability x不等于0 x不等于0 x就是发生的那个次数 那不等于0的话那就说它不会等于0 那就说它会有一次两次或三次或四次或五次这样 那就是会发生了 那么它是等于2%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说这个probability x等于k k的话就是k次 就是说在50年这个0到t这个时间之内 超越这种地震的那个次数是k次这样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probability 是等于lambda t的k次方乘上exponential minuslambda t divided by k! 那这个k是从01到无限大这样 那就说在这个0到t这个时间之内 发生超越这种地震的那个次数 有可能是0次有可能是一次有可能是两次这样 好那我们回到这边来看一下说 这个probability x不等于0 不等于0那是代表说会发生了 那它的那个几率是2%就是0.02这样子 那这个probability x不等于0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probability 一减去probability x等于0 那是等于2%是0.02这样 那probability x等于0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k用0带进去这样 这个lambda t的k次方 那就是0次方 0次方就等于1这样 exponential minuslambda t 然后divided by k! 0的f!就是等于1这样 所以这个probability x等于0 是等于这个exponential minuslambda t这样子 那就是一减去probability x等于0 那就是1减去exponential minuslambda t 是等于0.02这样子 那就是说lambda t是等于负的log 0.98这样子 那这个t呢就是等于50年这样子 所以lambda乘上50年呢 是等于minus natural log 0.98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lambda了 那这个lambda呢就是等于2475年分之1这样子 好 那说说这个最大考量地震啊 那个回归期啊 就是2475年 就是2475年这样 那说说最大考量地震年发生率 就是2475分之1次 就是每一年啊 发生这样最大考量地震 超越这样最大考量地震 它的那个次数呢 是2475分之1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最大考量地震呢 就有两个名称了 一个名称就是说 在50年之内 超越这样最大考量地震的几率是2% 另外一个名称的话 那就是说它的回归期啊 是2475年这样子 那我们再稍稍回顾一下 这个设计基准地震 那设计基准地震的话 那就是说在50年之内 超越这种设计基准的地震 它的那个几率啊 是等于10%这样子 那就是说它的回归期呢 就是475年这样子 那说说最大考量地震啊 它的回归期比较长 它这个50年之内 发生的那个几率啊 超越这个最大考量地震的 那个几率啊 也是比较少 那就是说它是比较罕见的一个地震 那说说它的那个地震啊 的那个幅度啊 就会比较大这样子 那在这个最大考量地震的作用之下呢 就是这个避免建筑物崩塌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设计基准地震的话 就是说在设计基准地震之下的话 那么它这个建筑物啊 只会它的韧性啊 只会发挥到 允许的韧性容量这样子 那最大考量地震的话 它是避免它崩塌就好了 那说说它的韧性容量呢 可以全部发挥出来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大考量地震的 那个反应谱 这个反应谱 那这个反应谱呢 跟这个设计地震 设计基准地震啊 是一样的 那也是用两个参数 那如果说它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地盘的话 那么这两个参数呢 第一个就是SMS 那另外一个是SM1这样 那说说我们只要有两个参数 那我们就能够啊 把这个公子最大水平加速度反应谱的系数啊 SAM啊 把它整个定义出来这样子 那这个整个公式的话 我们可以在那一阵设计规范啊 表2-5B可以找得到这样子 然后一样呢 在这个反应谱里面呢 我们要定义说 什么叫短周期 什么叫中长周期这样 那说说我们有这个短周期啊 跟中长周期的那个分界这样 那这个分界啊叫做T0M 那T0M 那是等于SM1 Divided by SMS这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T0M 找到这个T0M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SAM啊分成这个4段这样 那跟这个设计基准地震一样 第一段的话是直线的那个上升段 然后呢 第二段的话是一个长速段 或者说这个平台段这样 那第三段的话 它是跟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成为成一个反比的地减的段这样 然后第五段 第四段的话 它就是一个下限段这样 那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周期太长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不需要考虑这个这个地震力这样子 那一样这个SAM呢 它是个周期的函数 那这个周期函数呢 就是结构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 然后呢 它的那个T的单位呢 就是秒这样 然后结构的那个阻尼比呢 是固定在5%这样 那本来的话就是这个反因谱系数啊 这个SAM啊 应该是周期T 还有阻尼比SATA的那个函数这样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阻尼比固定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一个周期的函数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第一段的话就是 0到0.2T0M这样子 那第二段的话是0.2T0M到这个T0M 然后第三段的话就是T0M啊 到这个2.5倍这个T0M 那第四段的话就是大于啊 这个2.5倍的那个T0M 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图了 我们就看到说 这个从0到0.2这个T0M 那现在把这个图啊 那个D呢 改成M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横轴呢 就是周期T 然后这个中轴呢 就是SAD SAD呢 我们把这个D呢 用这个M取代就可以了这样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在这个0到0.2倍的那个T0M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到从这个0.2T0M到这个T0M之间的话 它是一个平台段这样 那它就是等于SMS这样子 那从这个T0M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M的话 它是跟这个结构的那个震动周期啊 成为一个反比的那个地减段这样 那当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大于这个2.5倍的那个T0M的话 然后呢 它就是一个常数段 那就是说它是一个下限段这样 它的值呢 就等于0.4的那个SMS这样子 那说说最大考量地震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地盘的话 它就用两个参数来决定这样 然后呢 一个是SMS这样子 那这个S 这个大S的话 是代表Spectrum 这个M 这个大M的话 是代表Maximum Conceded Earthquake 那这个S 下标的S呢 代表是短周期这样子 所以这个SMS呢 就是公子的短周期 最大考量水平普加速度的那个系数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参数呢 是SM1 那这个大的S呢 就是代表Spectrum 就是普的意思了 那这个下标M 是代表说 这个Maximum Conceded Earthquake 就是最大考量地震 那这个1的话 是代表1秒 那我们用1秒啊 是代表这个中长周期的那个 周期的一个代表周期 那说说这个SM1的话 就是公子 1秒周期的最大考量水平普加速度系数这样子 那这个T0M的话 这个T0M就是用了一个分界 分界说这个小于这个T0M 我们视为这个是短周期 那大于这个T0M呢 我们是视为中长周期这样子 所以这个T0M呢 就是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分界 然后这个分界的话 是适用于最大考量水平普加速度 好那我们看这个T0M这个时间 这个周期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从左边 接点的那个左边来看的话 它是等于SMS 那从接点的右边来看的话 它是SM1 divided by T0M 然后呢 因为这个反应谱啊 它是个连续的 保持这个连续的这样 所以从我们从左边一点点看 从右边一点点看 因为它是个连续的函数 然后呢它应该是相等这样 那在这个等式之下呢 我们把这个T0M搬到左边去 把这个SMS搬到右边去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T0M 那这个T0M的话就等于啊 这个SM1 divided by SMS 那说说我们这个最大考量反应谱呢 我们就要有两个参数 这个SMS跟SM1 那当我们知道SMS跟SM1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T0M 当我们知道T0M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反应谱 分为这个四段这样 那第一段的话就是0到0.2的那个T0M 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 它就是从0.4的SMS上升到SMS这样 那第二段的话它是个平台段 那就是说从这个0.2的那个T0M 到这个T0M 它是个常数段 这个SAM就是个常数段 那么这个常数呢 就等于SMS这样 那第三段呢 是从这个T0M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M 它是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成为一个反比的关系 然后是个递减这样子 然后它的那个D减的函数呢 就是SM1 divided by T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 就是当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大于这个2.5倍的那个T0M 那么它就是一个下限段 那这个下限的值呢 就是0.4倍的SMS这样 就说我们把这个图啊 然后我们看到D D呢 D呢 原来是给这个设计基准地震 那么把它开成M 那么它就是一个最大法考量地震这样 然后它的那个图形呢 是长得一样的 好 那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一段 然后第一段的话 那就是从0啊 到这个0.2倍的那个T0M 然后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那就是说它从这个0.4倍的SMS 上升到这个SMS这样子 那一样呢 我们现在呢 考虑说这个周期啊 非常非常小 那就是说它非常接近于0的时候 那接近于0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SAM呢 就会等于SMS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震动的周期啊 非常非常的短 那是代表说这个结构啊 非常非常的刚硬 那当它是非常刚硬的时候呢 结构的运动啊 跟这个地表的运动啊 是一致的 那就是说结构的那个普加速度呢 就是啊 地表的那个普加速度 那说说这个SAM啊 当这个T等于0的时候啊 这个SAM 就是结构的那个普加速度呢 可以视为啊 最大的那个地表加速度这样 那说说当T等于0呢 这个SAM就等于0.4的SMS 那等于0.4MS呢 就相当于啊 最大的那个地表加速度 那我们呢 用个等效 因为呢这个 反应谱啊 是经过很多很多地震之后 经过一个平均 平滑化之后 我们用两个参数来表示这样 所以呢 它就变成一个等效的 那个最大地表加速度这样 那就是0.4倍的SMS 然后它的单位呢 是G 好那跟着我们看这个第二段 那第二段呢 是从这个0.2的那个T0M啊 到这个T0M 那在这边呢 我们的D呢 应该要改成M这样子 那这个 因为这个D呢 是用来做这个设计地震这样 M的话是作为啊 最大的那个考量地震这样 这样 那在这一段这个范围里面啊 就在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在介于0.2T0M到这个T0M的时候呢 那这个SAM啊 是一个定值 那因为它是个定值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区间啊 就叫等普加速度断加 那所以说我们从0.2的T0M 到这个T0M 然后呢 这个普加速度是个定值 所以呢 我们再称呼啊 这个区间啊 叫做等普加速度断加 那所以说这个区间就有两个名称 一个名称的话 它就是个短周期断 那另外一个名称呢 它是等普加速度断这样 所以这一段呢 有两个名称 一个的话是短周期 另外一个的话是等普加速度断这样 好 那跟着我们看这个第三段这样 那第三段的话 就从这个T0M 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M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图形看得出来说 这个普加速度啊 是跟这个周期啊 成一个反比的那个地减的关系这样 所以这个SAM呢 是等于SM1 divide by T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普加速度啊 变成一个普速度这样 那就是SVM这样 那这个SVM跟这个SAM啊 它的关系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SAM 除上它的频率 或许说我们把它乘上到它的周期 除上这个2π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AM啊 变成了这个SVM这样 那因为在阶段啊 这个SAM啊 等于是SM1 divided by T 然后T跟T消掉 那所以说就是剩下SM1 divided by 2π这样 所以说在阶段里面的话 它的那个速度啊 它已经不再跟周期有关系 它变成是个常数这样 那如果说在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借于这个T0M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M的时候 那这个SVM就是一个常数这样 然后它的单位呢 就G乘上秒 那G的话是代表这个重力加速度这样 所以呢我们说阶段啊 叫做等普速度段这样子 那就是说当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对于这个T0M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M之间的话 然后G段的话 它的普加速度是跟这个震动周期啊 成一个递减的关系 但是它的普速度啊 成为一个常数段这样 所以呢叫做等普速度段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第三段啊 我们有两个名称 一个名称呢说它是中长周期段 然后另外一个名称的话 就是它是等普速度段这样子 那这两个名称呢 都是代表这个第三段这样子 然后跟着我们看这个第四段啊 那第四段的话呢 那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啊 大于2.5倍的那个T0M 那就是指这个第四段这样子 那第四段的话呢 理论上 那当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越长的话 它这个普加速度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子 那么因为我们考虑到啊 这个台湾啊是地震活跃的那个地方这样 那因为我们对地震啊 没有说百分之百掌握非常非常好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为了这个保守起见啊 我们不希望说当这个 基本震动周期越来越长的时候呢 我们几乎是不需要考虑到这个地震力这样 所以呢我们就给它一个下限 那这个下限啊就是0.4倍的SMS这样子 那就是说啊 当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啊 大于这个2.5倍的那个T0M的时候呢 那我们给它一个下限值 那就是说它的普加速度呢 就定为一个长速段 那就是0.4倍的那个SMS这样子 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到说我们这个最大考量反应谱啊 有两个参数来表示这样 然后呢一个是SMS 一个是SM1这样 那当我这个SMS找到之后 SM1找到之后 那我整个那个反应谱啊 就可以知道这样 那这个反应谱呢就是跟周期啊 成一个函数的那个关系这样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结构决定 那我们的周期就决定 那这个SAM就可以找到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要找出啊 这个公子的那个最大考量反应谱 设计反应谱 那么我们要找到SMS跟这个SM1这样 那这个SMS呢跟三个因子有关系 第一个的话它是坐落在哪里 第二个的话这个公子跟这个断层的距离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公子的那个地盘的那个分类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这个SMS啊 就可以把它写成是FAM乘上NAM乘上SSM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SSM这样 那这个SSM呢就是只要我的正区决定之后 那只要说我的行政区决定之后呢 那我这个SSM就可以找到这样子 那这个NAM 这个N的话这个大N的话就代表near fault 就近段层这样 那这个A呢是这个代表这个等加速度段 那这个M呢是代表最大考量地震 那就是说这个是等加速度段 它的那个近段层的那个调整因子这样 然后再来我们看这个FAM 那这个FAM呢这个F呢是代表说这个公子的一个放大系数 然后这个小A呢是代表说等加速度段 然后这个大M呢是代表说这个最大考量地震 那如果说这个FAM呢就是在最大考量地震之下 这个反应谱等加速度段的那个公子的那个放大系数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它坐落在哪里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SSM 我们知道说这个公子跟断层的那个距离 我们就可以找到NAM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公子的那个地盘的那个分类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FAM 那这个FAM找到NAM找到SSM找到 我们把三个乘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MS这样的 那这个SMS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设计的反应谱 最大考量地震的那个设计反应谱的其中一个参数这样 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参数 那第二个参数呢就是SM1 那这个SM1也是一样 第一个跟它坐落在哪里哪个正区 第二个这个公子跟断层的那个距离 那第三个的话这个公子的那个地盘的那个分类一样 所以这个SM1呢会等于这个FVM乘上NVM乘上S1M这样 那我们这个一个来看这样 这个S1M这个S1M就是正区1秒周期的最大考量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那就是说这个S1M是跟这个公子坐落在哪个行政区 哪个行政区呢就是它的那个正区这样 然后再来看这个NVM这样 N一样是代表near fault 就近段层 然后这个大V呢是代表这个等 普加等速度段等普速度段这样子 然后这个M呢是代表这个最大考量地震 所以这个NVM呢就是等普速度段的近段层调整因子这样子 然后这个FVM也是这个F呢是代表这个公子的放大系数 这个小V呢是代表这个等普速度段 然后这个大M呢是代表说这个最大考量地震 然后当我们这个三个找到之后 那我们把这个S1M乘上这个NVM乘上这个FVM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SM1 那我们这个前一张投影片呢我们得到这个SMS 那在这张投影片呢我们得到SM1 那我们有了这个SMS有了这个SM1 那我就能够啊把这个整个设计反应谱能够找到 那这个设计反应谱呢是跟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正通周期啊 的一个函数这样 那当然当我们这个结构决定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它的那个基本正通周期T 那这个T字道呢我们这个SAM啊就可以找到了 好那我们就一个个来看这样啊 那我们先看啊这个SSM这样 那这个SSM的话就是我们只要知道它坐落的那个行政区 那我们找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表二之一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SSM这样 那这个SSM啊是代表这个短周期的最大考量水平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S1M 那这个S1M呢也是一样 那这个S1M呢也是一样 我们只要知道公子的所在地 譬如说它的正区呢是以相正式区 这样的行政区来划分的这样 那我们查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表二之一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S1M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SSM的话大概有四种可能性 那一个的话是等于1.0 再来是0.9 0.8 0.7 那这个S1M呢是等于0.55 0.50 0.45 还有0.40 那这个基于是哪一个值呢 就是要取决于它是坐落在哪一个行政区 那我们从这个行政区查表就可以得到SSM S1M这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行政区 我们就可以知道SSM 我们知道它的行政区 我们知道S1M这样 那这个SSM就是这个从这个0.7 0.8 0.9 1.0 总共有这个四类压 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地图 那这个地图呢 如果是绿色的 那就是0.7G 那如果蓝色的 那就是0.8G 那如果是白色的话 就是0.9G 那如果是浅蓝色的话 或者是灰色的话 那就是1.0G 那我们会看到说 这个1.0G的话 这基本上说 在这个中央山脉的左边 这个车龙浦断层那个附近这样子 然后这个1.0G呢 还有这个东部的 东部的海岸山脉 跟中央山脉之间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呢 这个是包括这个台东 花莲 还有宜兰这样子 那0.7G呢 就是说它的震度是比较小的 然后呢 包括这个屏东 还有这个台北线这样子 或者说新北市这样子 那这个S1M也是 这个分成有个四个区间 四个区域 然后说有0.4G 0.45G 0.5G 跟0.55G 那如果是绿色的话 就是0.4G 那如果蓝色斜线的话 就是0.45G 白色的话是0.5G 那如果是灰色斜线的话 那就是0.55G 那如果说我们只要查表 知道这个公子所在的行政区域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SSM 跟这个S1M这样子 那这边呢 我们就举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我们在前两个单元 有用到过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公子 坐落在这个花莲县的瑞穗乡 那现在要求啊 这个2475年回归期的 正区短周期 还有1秒周期的水平普加速度计数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要找这个SSM 跟这个S1M这样 那我们就在耐震设计规范的表二之一 在那个乡镇市区里面啊 找到花莲县瑞穗 那我们这样接力的话 总共有四个参数这样 包括SSD S1D SSM S1M这样 那这个SSD跟S1D呢 我们在前两个单元有用过了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呢 会用到这个SSM 等于1.0 S1M等于0.55这样 还有 它是临近的断层呢 是包括是花东地区的那个断层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最后呢 就得到说 2475年回归期的设计地震 那它的那个正区 短周期水平补加速度系数 SSM就等于1.0 2475年回归期设计地震的 正区1秒周期水平补加速度系数 它的这个系数呢 是S1M就等于0.55这样 那这个2475年回归期的设计地震呢 它有两个名称 一个名称呢 还有两个名称 一个名称呢就是最大考量地震 一个名称呢就是说在50年回归期里面 在50年的那个之内呢 超越这种地震的几率呢 是等于2%这样 所以这个2475年回归期的地震呢 总共有三个名称 此的东西呢都是一样这样 好那跟着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 这个进段层的那个调整因子 进段层调整因子 那这个进段层的调整因子呢 有两个 那一个是NAM 这个N的话是代表near fault A呢是代表等加速度段 M呢是代表最大考量地震这样 再来一个的话是NVM 那这个V呢是代表等速度段这样 那说说这个等加速度段呢 也有另外一个名称 那另外一个名称的话是代表短周期段这样 那这个等速度段呢 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那另外一个名称呢是代表这个中长周期段这样 然后这个两个因子 这个进段层的调整因子呢 就是取决于这个公子跟那个段层的距离这样 那如果说远离段层的 那这个进段层调整因子呢 就会变成1了 那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考虑到进段层的那个效应这样 那如果说距离越近 那么这个因子就越高这样 那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表2-4-1 我们这个以这个车隆普段层的那个调整因子做个例子这样 那我们这个有NAM 又还有这个NVM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距离大于12公里 那么这个NAM跟NVM都是1.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调整因子 不需要用它来调整这个地震 这个设计地震这样 那当我们这个越来越靠近呢 我们以这个NAM为例的话 那越来越靠近它会变成1.03 1.10 1.20 那如果说这个距离啊 在这个2公里以内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1.25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考虑这个NVM 这个它会从这个1.0提升到1.15 1.30 1.45 1.50这样 那就是说越靠近这个断层 那这个近断层的那个效应呢 就越高 那这个调整因子呢就会越大这样 那说说我们这个查这个表呢 我们就会得到两个因子 然后呢一个因子呢 是给这个加速度段用的 或者说是给这个短周期段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因子呢 是给这个等速度段用的 那就是说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中长周期段这样 好 那我们也用同样的历史这样 然后这个公尺呢 是坐落在花莲县的瑞瑞乡 它跟玉里断层的那个水平的距离 是在2公里以内 那现在要求这个2475年 2475年 2475年回归期的最大考量地震 它的那个等普加速度段 还有等普速度段 它的那个近断层的调整因子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要找NAM 还有NVM这样 那这个大N呢 就代表这个近断层调整因子 A呢 是代表等加速度段 V呢 是代表等速度段 那这个大M 是代表那个最大考量地震这样 那我们就查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 表2-4-7 那我们就看到啊 这个有两 这个两列 然后呢 一列的话是NAM 一个列是NVM这样子 然后呢 还有呢 再来是它的那个 跟断层那个距离这样 那以我们这个例子呢 那因为我们是在2公里以内 所以这个NAM呢 就等于1.32 那这个NVM呢 就等于1.58这样 那么我们这两个因子啊 就可以找到这样 那当然如果说 这个跟这个断层距离越来越远 譬如说大于这个12公里的话 或者说大于15公里的话 那这个NA跟NV呢 就会等于1.0 那就是说 这个进端层效应呢 已经不需要这个考虑这样 但是以我们这个例子呢 我们这个NAM就等于1.32 NVM就等于1.58这样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公子 跟这个断层的距离 还有呢 这个断层的名称要知道 那我们就可以查表 那查表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近端层调整因子啊 调整因子啊 有两个找到这样 那我们这个稍归纳一下 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有哪些资讯这样 第一个的话 我们有这个2475年 回归设计地震 回归期设计地震 短周期水平浮加速度系数 那就是说这个SSM 就等于1.0这样 那如果是1秒周期的水平浮加速度系数 S1M就等于0.55这样 然后再来是等加速度段 它那个近端层调整因子 NAM就等于1.32 然后等速度段 近端层调整因子 NVM就等于1.58这样 好那我们把这个SSM 还有NAM把它乘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SM 那这个相成之后呢 就是1.32 那这个SSM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已经考虑了定传成效应 之后2475年回归期 设计地震 那正区的短周期水平浮加速度系数 那么它就是SSM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S1M 乘上这个NVM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1 括号M这样 那这个S1括号M是什么呢 就是考虑近端层效应之后 那2475年回归期设计地震 那正区1秒周期的水平浮加速度系数 那么它就是S1括号M这样 那相成之后呢 就等于这个0.869这样 那因为我们待会需要这两个数字 来看说这个公尺的那个放大效应 那个调整因子这样 好那跟着的话 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公尺放大系数 FA跟这个FV这样 那这个FA跟FV呢 就是取决于 你这个公尺所在地的那个地盘的种类 那就是说究竟是第一类地盘呢 还是第二类还是第三类地盘这样 那如果是第一类地盘 它就是个坚实的地盘这样 那我们以这个坚实地盘 当作是个基准 那么说它的公尺地盘 公尺放大系数呢 就会等于E这样 这个FA跟这个FV 都会等于E这样 那如果是地盘越软弱的话 那么这个公尺放大系数 FA跟FV就会越高这样 那我这边回头再说一下 这个A是什么意思呢 下标A 这个A呢是代表等加速度段 或许说我们可以把它看 是短周期段这样 那这个V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V呢是等速度段 那我们可以把它看是中长周期段 那就是说我们对于短周期跟中长周期啊 那公尺放大的那个系数啊 因为这个地盘分类 它的那个放大系数呢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FA跟这个FV的那个差别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表啊 这个表啊 这个表呢总共有这个 这个三列 那第一列的话就是这个第一类地盘 第二列的话是第二类地盘 第三列的话是第三类地盘这样 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到一行一行 这个一行一行的话就是SS小于0.5的 SS等于0.6的 SS等于0.7 还有SS等于0.8 还有SS呢大于这个0.9这样 那这个SS是什么来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SSM 经过这个进段层的那个效应之后 就是乘上这个NAM 那我们这个SS呢就等于SS 括号这个M这样 然后这个1呢是代表这个D类的地盘 那就是说它是个坚实的地盘 2呢是代表这个普通地盘 3的话代表说它是第三类地盘 那就是个软弱的那个地盘这样 那这个FA呢就是说等加速度段 或许说短周期段 它的那个公尺放大系数这样 那这个的话在内政设计规范的表2-2A 可以看得到这样 那第一个要看的话 我们先看这个D行 D行这样 那D我们先看D列 那D列的话就是D类的地盘这样 那我们发现说这个FA 都等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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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我们用这个坚实地盘 当做一个参考的基准 所以呢坚实地盘的FA 不管它的SS等于多少 它是等于1.0这样 好那跟着的话我们这个重的来看这样 重的来看这样 那重的来看的话 我们以这个SS小于0.5来看 那说第一类地盘是1.0 第二类地盘是1.1 那第三类地盘那说1.2 那就是说代表说 这个当这个地盘越来越软弱的时候 那么它的那个公子放大西数呢 就会越来越大这样子 那再来我们就横的看 我们用这个一列来看这样 那一列来看说 如果说我们看这个第三类地盘 第二类地盘这样 那当这个SS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公子放大西数呢 就越接近1这样 那如果说当这个振动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原来这个坚实的地盘震的变成软弱了这样 所以我们会看到啊 当这个SS啊大于0.9的时候呢 它不管你是第一类地盘 第二类地盘 第三类地盘 那个公子放大西数啊 都是1.0 因为这个时候啊 那个振动量已经很大了 所以呢 不管是第一类地盘 第二类第三类地盘 然后呢 这个土壤啊 已经变成是相当的软弱 然后他们的那个差异啊 就不会太大了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FV这样 那这个V呢 是代表等速度段 或是等普速度段这样 那也可以说它是中长周期段这样 然后呢 它的那个公子的那个放大西数这样 然后这个表呢 我们从这个耐震设计规范表2-2B 可以找到这样 那这个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知道它的S1 那这个S1是什么呢 S1的话就是把S1M乘上这个NVM这样 那这个S1M的话就是因为它这个公子 坐落的地点 这个NVM的话就是这个公子啊 跟这个断层的那个距离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S1 所以这个S1的话就是一个正区的那个 普加速度系数 但是已经考虑了那个近断层因子了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有这个第一类地盘 第二类地盘 第三类地盘 一样第一类就是坚实地盘 第二类普通地盘 第三类啊是这个软弱的地盘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重的来看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S1小于0.3 那我们发现说这个第一类地盘是1.0 那个放大西数 然后第二类地盘是1.5 那第三类地盘是1.8 那就是说地盘越软弱 它的那个公子放大西数呢 就会越大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横的来看 那如果是第一类地盘呢 这个放大西数都是等于1.0 那原因的话我们是用坚实地盘啊 当做是个基准 参考的基准 比较的那个基准这样 那当这个震度越来越大 震动的幅度越来越大的话 那这个FV呢就会越来越小 那是代表说因为啊 这个震动越大的时候呢 第一类地盘第二类地盘第三类地盘 它的差异就越来越小 因为震动越来越大 这个地盘就会变成这个非线性 那进入非线性 它也相当于是弱化软化这样子 那么那个时候呢 这个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地盘呢 那么差异就不大了这样 那说说我们从这个S1M之前找到了 NVM之前找到了 我们把两个相乘 我们这个找到S1 那S1有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说 它是第一类地盘第二类第三 第三类地盘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公尺的那个放大西数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S1呢 没有说刚好 这个是等于0.31 0.35 0.4 0.45 0.5也好 那我们就可以用内差的方式啊 找到这个FV 线性内差的方式 好 那这个地盘分类呢 我们在前两个单元有讲过 然后这个地盘分类的话 就是我们要看说这个地表以下 30公尺以内 它的那个土层的那个平均的 平均的那个减力波数加 那这个平均的减力波数呢 我们是怎么得到呢 第一个 如果说我们总共有N个土层 那我们每个土层都知道它的那个减力波数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DI除上这个VSI 那就是说这个减力波啊 在这个土层啊 需要花多少的那个时间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submission 起来 就是要说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减力波啊 在这个 在这个地表30公尺以下 它的那个船地啊 坡船啊 需要的那个时间是多少这样 那分子啊 就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地表以下 这个30公尺的那个土层啊 把它加起来 每一层的厚度加起来 那加起来 所以呢 我们的分子呢 就是它要走的距离了 这个坡的坡船的那个距离了 那分母呢 就是坡船的那个需要的那个时间了 那距离除上时间的话 那就是这个就是平均的那个减力波数 因为我们每个土层呢 都有不同的那个减力波数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 我们在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啊 2-5A4里面有这样 然后这个submission DI 那我们总共有N长 那应该就是等于30公尺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 地表以下的那个30公尺以内的 那个平均减力波数这样子 所以这个DI呢 就是DI土层的那个厚度 然后它的单位就是meter 公尺这样 VSI呢 就是DI个土层 它的那个平均减力波数 然后它单位呢 就是meter per second 那如果说这个地盘呢 越坚实 然后它的减力波数呢 就会越高了 然后地盘越软弱的话 它的减力波数就越低了这样 所以我们就依据了这个简历波数啊 来做这个地盘的那个分类这样 那这个VS30 那就是说地表以下30公尺以内 的平均减力波数 那这个平均的简历波数 那如果这个平均的简历波数 大于270 meter per second 大于270公尺秒 那么我们就视为啊 它是个坚实的那个地盘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VS30 就地表以下30公尺以内的平均简历波数 小于这个180 meter per second 那么我们就视为啊 这个软弱地盘这样 那如果说它介于180到这个270 那就是说我们的平均简历波数 地表以下30公尺平均的简历波数 介于180到270的话 那我们说它也不是个坚实地盘 也不是个软弱地盘 它就是个普通的那个地盘这样 那这个资讯的话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这样2.4节里面啊 有这个说明这样子 那跟着我们要怎么去找 每一个土层的简历波数呢 那就是说我们呢 可以从这个土壤的那个参数啊 可以得到这样 那如果是粘性土壤 那如果说它的那个 标准冠入数字元的N值啊 小于2的 那我们就用它的那个单压五位压 那说长度啊 来做这个 这个 估算它的那个简历波数 这样子 那如果它的那个标准冠入实验的N值 介于2到25之间的话 那我们就用它的那个标准冠入数字元的N值 取它的那个三分之一次方 乘以100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它的那个标准冠入实验的简历波数这样 然后呢 这个是适用于啊 粘性的那个土壤这样 那如果是一个沙子的那个土壤的话 那我们就用标准冠入数字元的N值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N值取它的那个三分之次方 再乘以80 那我们就找到这个土壤啊 的那个简历波数这样 然后这个资讯呢 那么在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啊 2-5式里面有 那么基本上的话 这个地盘如果越坚实 它的那个标准冠入实验的N值呢 就越大 那简历波数Vs呢 也越高这样 那如果这个地盘越软弱 然后标准冠入实验的N值就越小 然后呢 简历波数啊 Vs啊 就越低了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例子 那我们这个公子呢 坐落在这个花莲县的瑞穗箱 现在要找啊 2475年的回归期设计地震的反应谱 等加速度段 还有等速度段 它的那个公子放大系数这样 那就是说 我们要找这个Fa 括号m 等于多少 还有Fv 括号m 等于多少这样 那找到这个Fa 括号m 就是公子的那个放大系数 还有Fb 括号m 就是等速度段 的那个公子放大系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公子的短周期 还有1秒周期的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Sms跟这个sm1这样 然后公子的那个地表 30公子以内 那个土层的平均简历波数呢 那用实测得到是661.52 ms 那么它就大于270 ms 那说这个Vs30大于270 ms 那就说它属于低类坚实的那个地盘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个SSM 是等于这个1.32 那1.32 我们就在这边找这个SSM等于1.32 那就是说它是大于这个0.9 然后呢 它又是这个D类地盘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FAM 就等于1.0了 那就是说反应谱 挡加速度段的公子放大系数 就会等于1.0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这个FAM 我们也有这个SSM 也有这个NAM 那这个SSM跟这个NAM相乘是1.32 那我们再把这个FAM乘起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MS了 那这个SMS就等于1.32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说过 这个我们这个设计反应谱 是用两个参数来表示 那我们现在呢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找到第一个参数 那就是公子短周期的设计水平谱加速度系数 SMS就等于1.32这样子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那继续前进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S1M 那这个S1M再乘上这个NVM 就得到S1 括号M是等于0.869 那0.869呢是大于0.5 然后呢 因为这个公子也是属于地类地盘的 所以啊 这个FV就等于1.0这样子 所以这个FVM就等于1.0 那就是说加这个反应谱的等速度段 它的那个公子放大系数呢 就等于1.0 那因为我们已经有S1M 我们也有NVM 我们也有FVM 我们把这三个乘起来 那就等于这个SM1 SM1把它计算出来就等于0.869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两个参数都有了 一个是SMS 一个是SM1 SM1 就是一秒周期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的那个系数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就整理一下 那我们怎么样找到这个最大考量地震的那个设计反应谱 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第一步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公子的那个行政区 那我们有了这个行政区呢 我们就查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表二之一 那我们就得到有两个数字 一个数字呢 是正区短周期最大考量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SSM 另外一个的话是正区一秒周期最大考量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S1M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知道公子的那个行政区 我们就查耐震设计规范的表二之一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SM跟这个S1M这样 那第二步了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公子了 我们就看说公子附近有哪些断层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公子跟断层的那个距离了 那跟这个断层距离就看是哪一个断层 那我们总共有七个表 那七个表说看说这个公子是靠近哪个断层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查耐震设计规范的表二点四点一 到这个表二之四之七 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得到这个静断层的那个调整因子了 那这个静断层调整因子有两个 那一个是等加速度段的那个静断层调整因子 然后一个是等普速度段的静断层调整因子 那如果我们就得到NAM和NVM这样 这个A是代表这个等加速度段 这个V是代表等速度段这样 那当然这个等加速度段呢也是我们的短周期段 等速度段的话就是我们的中长周期段这样 然后跟着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三步了 那第三步的话我们就是公子 会做一个地质的转碳 那转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土壤的那个特性 那土壤的特性呢我们就可以估算这个地表以下30公尺内的平均解力波数 那当然除了估算以外的话我们也会实测 实测以下说这个地表以下30公尺的那个土壤的那个平均解力波数 那我们有了这个平均解力波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地盘的分类 那这个地盘分类呢我们就算说这个公子算是 第一类的地盘就是坚实的地盘 还是第二类的地盘就是普通的地盘 还是第三类的地盘是个软弱的那个地盘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第四步了 然后第四步的话我们这个有这个地盘的那个分类 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还有我们的SSM 这个SSM怎么拿来呢? 那我们把这个SSM乘上这个MA括号M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S括号M这样 那这个SS括号M的话 那就代表说我们已经考虑了进端层效益 它的那个正区短周期的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那么我们有了这两个数字呢 我们就可以找这个插这个表2-2A 插这个表2-2A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讲等加速度段的那个公子放大系数 Fa括号M这样 那这个小A呢 下标小A呢 是代表这个等加速度段这样 那再来的话我们从这个地盘的那个分类 第一类第二类还是这个第三类这样 还有这个S1括号M 这个S1括号M 从这个S1M乘上NV括号M 得到就是它是考虑了这个进端层效应的 一秒周期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那我们再查耐症设计规范的表2-2B 那我们就得到等速度段的公子放大系数 FV括号M这样 那这个V呢是代表等速度段 那或者说这个中长周期段这样 那这个括号M的话 是代表最大考量地震 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第5步了 那第5步的话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SSM 已经知道NA 知道FA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MS了 那同样道理我们知道S1M 我们知道NV 我们知道FV 我们就可以得到SM1了 那如果说这个设计反应谱的两个参数 SMS跟SM1都找到这样 那这个D呢就是 这个应该就是把它改成这个M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公子的所在地 就是它的那个行政区 我们这个SSM就找到了 S1M就找到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公子跟这个断层的距离 那这个进断层调整因子呢 NA、NV也找到了 再来的话我们要知道地盘的那个分类 那是D类、D2类、D3类 那我们这个FA跟FV也找到 那我们把这三个数字乘起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SMS 把三个数字乘起来就得到SM1 那我们有了这个SMS 有了这个SM1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第六步了 那第六步的话 因为我们有两个参数 那我们这个两个参数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AM 这个分成四段这样 那怎么分段呢 是用这个T0M做分段的 那这个T0M就是等于SM1 Divided by SMS这样 那这个T0M就是一个分界 就是代表这个短周期 跟这个中长周期的那个分界这样 那有了这个T0M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反应谱系数 SAM分成这个四段这样 第一段的话是从0 这个结构的基本阵容周期 从0到0.2倍的那个T0M 那么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第二段的话是从0.2的那个T0M 到这个T0M 那就是说结构的基本阵容周期呢 这个T 介于0.2T0M到这个T0M 那么它就是个平台段 它就是等于SMS这样 第三段呢 这个结构基本阵容周期呢 介于这个T0M 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M 那么它是跟这个结构阵容周期啊 结构的基本阵容周期啊 成个反比的地线的关系这样 所以呢它是SM1 divide by T这样 那第四段的话 这个结构的基本阵容周期啊 大于2.5倍的那个T0M 那么它就是个下限端这样 那我们就把它设为啊 这个0.4倍的那个SMS这样 那这个的话是属于公子的 就是说我们只要说 我们要在哪里盖房子 然后呢 这个公子就有个反因谱的那个系数这样 所以呢 这个这个反因谱系数啊 它是一个周期的函数这样 那当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盖什么房子 那我们的周期就知道 那周期就知道了 那周期就知道了 这个SAM呢 就变成是个定值了 它就不再是个周期的函数这样 然后这个方程式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啊 表2-5AM里面呢 就有说明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用这个公子啊 同样的那个例子啊 来看看 这个公子1这样 它也是坐落在花莲县的瑞瑞香 那现在要求啊 这个2475年回归期设计地震的 公子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那就是说这个SAM这样 那因为呢 现在已经知道那个公子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那个结构 所以这个SAM呢 是个周期的函数 那这个周期呢 就是结构的那个基本的 正中周期这样 那我们在之前的例子里面呢 我们知道SMS呢 是等于1.32 SM1呢 是等于0.869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SM1 divide by SMS 那我们就得到T0M 那这个T0M呢 它的单位就是秒 0.658秒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个T0M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普加速反应 这个反应系数啊 那我们呢 就可以把它分成四段这样 第一段的话 就是这个基本正中周期 从0到0.2倍的那个T0M 那是从0到0.1316秒这样 第二段的话 就是从0.2T0M 到这个T0M 那是代表说 从0.1316秒到0.658秒这样 那第三段呢 是从这个T0M 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M 那就是说 这个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呢 从0.658秒到1.645秒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 就是这个结构基本正中周期啊 大于这个2.5倍的那个T0M 那时候是1.645秒这样 那这边呢 这个0呢 要改成1这样子 那么我们这个四段都有 第一段呢 是这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 第二段呢 是个平台段 第三段呢 是跟这个结构基本正中周期 成个反比的那个地减段 然后第四段呢 它是一个下限段这样子 就等于0.4倍的SMS 那我们这个图形呢 就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子 这个横轴呢 就是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 那纵轴呢 就是这个普加速系数这样子 那这个普加速系数呢 它是没有单位 或者说它单位呢 就是多少倍的这个重力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段 第一段呢 是0秒 这个结构基本正中周期 从0秒到1.136秒这样 1.1316秒这样 然后这段的话 是从这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0.4倍的SMS 上升到直线的那个上升 到这个SMS这样 那第二段的话就是从0.2的T0M 到这个T0M这样 然后在这段的话它是个平台段 那就是说从0.1316秒到0.658秒这样 然后它是个平台段 那这个平台段呢就是SMS 就等于1.32这样 那第三段的话 从这个T0M到2.5倍的那个T0M 那就是说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呢 介于0.658秒到1.65秒 然后它是用啊 这个结构的基本正中周期 成个反比的关系 所以它是个递减的那个关系这样 那第四段的话 就是当这个结构基本正中周期啊 大于2.5倍的那个T0M 就是大于1.645秒 那么它就是个下限端 那这个下限呢 就是等于0.4倍的SMS 就是等于0.528 那这个是没有单位 是代表说多少倍的那个重力加速度 那我们这样的话 就可能能够找到这个SAM 那这个SAM呢是代表说 这个2475年回归期设计地震的 公子水平加速度反应普系数 它是一个周期的函数 这个时候呢我们公子决定 我们结构还没决定 当我们结构一决定之后呢 那我们的周期就有 那我们的周期有呢 这个SAM呢就是一个定值 就不再是个函数了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类 第二类第三类地盘 最大考量的设计反应普 那跟着的话 我们要考虑啊 这个台北盆地 那因为我们台湾呢 总共有地盘分的有四类 就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地盘 还有这个台北盆地这样 那在这个台北盆地呢 跟这个设计地震一样 它也是用两个参数 只不过说这两个参数呢 已经不是SMS跟这个SM1 而是这个SMS跟这个T0M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这个SMS 有了这个T0M 一样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四段 这个SAM可以分成这个四段这样 那第一段的话就是 这个结构基本正宗周期 从0到0.2倍的那个T0M 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所以呢它说这个SAM 就等于SMS 0.4 plus3T divided by T0M 再挂号这样子 那么它是个直线上升段 从0.4倍的那个SMS 上升到SMS这样子 第二段的话 这个结构基本正宗周期T 介于0.2的那个T0M 到T0M这样子 那么它是个平台段 那这个平台段的话就是个常数 那这个SAM就等于SMS这样子 第三段的话 这个就是结构基本正宗周期T 是介于这个T0M 到2.5倍的那个T0M这样子 那这个SAM呢 就跟这个结构基本正宗周期 成个反比的关系 所以它是个D减的情况这样子 那么它是SAM呢 就等于SMS 乘上这个T0M divided by T这样子 然后第四段呢 就是当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正宗周期 大于2.5倍的那个T0M 那么它是个下限段 那这个SAM呢 就等于0.4的SMS这样子 那这个方程式啊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表2-7B 里面可以找到这样子 然后这边所用到的那个结构 基本正宗周期T呢 它的单位呢 是秒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SAM呢 是适用于结构的阻力比固定为 这个5%这样 那如果不是5%呢 我们之后啊 还说明说 它要做一个怎么一个调整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图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只要把这个D 就把这个设计地震的那个D 改成M就可以了这样 然后第一段的话 是从0到0.2倍的那个T0M 它是个直线上升段 就从0.4SMS 上升到这个SMS这样 那第二段呢 是从0.2的那个T0M 到这个T0M 然后呢 它是个平台段 它的值呢 就是SMS 那第三段的话 是从这个T0M 到2.5倍的那个T0M 它是跟这个基本正宗周期 成一个反比的关系 那这个反比的关系呢 就是这个S 乘上这个T0M 除上这个T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 它就是一个下限段 这个下限段的话 就是0.4倍的SMS 那所以说 这个最大考量地震的那个反应谱 跟这个设计反应谱 是相当类似的 那所以说 我们就要把这个D 改成M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最大考量地震的那个设计反应谱 那我们这个台北盆地呢 就是分成这个三区 然后这个D四区 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分成三区这样 那台北一区呢 这个SMS 都等于0.8 T0M 是等于1.6 台北二区呢 SMS等于0.8 这个T0M 等于1.3 台北三区呢 这个SMS等于0.8 那这个T0M 等于1.05 那我在这边说一下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台北市区了 这样 那这个在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表 2-6C里面了 可以找得到 这样 那这边呢 就会整一下说 如果说我们要找 在这个台北盆地 要找这个最大考量地震的设计反应谱 那我们的程序是什么样呢 第一个 由这个公子 在这个台北盆地的那个行政区 那我们就可以查规范的表 2-6A 就可以知道说它的那个分区了 它究竟是属于台北一区 二区 还是这个台北三区这样 好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二步了 那在这个台北盆地呢 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个 地盘的那个分类 因为它已经是台北盆地 那这个台北一区 二区跟三区 已经含了这个地盘的那个分类 那我们在这个第二步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那个台北盆地那个正区 那我们就查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2-6C 那我们所谓台北盆地的那个正区呢 就是属于台北一区二区还是三区 那我们从这个台北一区二区或三区呢 我们就找到两个参数 那这两个参数呢 一个是SMS 那这个SMS呢 就是公尺的短周期 最大考量水平普加速度系数SMS 然后再来另外参数呢 是T0M 那这个T0M呢 就是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那个分界 然后它的单位呢就是秒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第三步了 那第三步呢 我们就查耐震设计规范表2-7B 那我们就得到公尺最大考量水平普加速度系数的SAM 那这个SAM 因为现在已经指示到那种公尺 就知道说这个房子坐落在哪里 那这个房子长什么样还不知道呢 所以呢 它的振动周期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SAM呢 就是一个周期的函数这样 那这个周期呢 它函数呢 这个分成四段 一段的话 是从这个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 从0到0.2T0M 然后呢 一段的话是从0.2T0M到这个T0M 那第三段呢 是T0M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M 那第四段呢 是大于2.5倍的T0M这样 那第一段呢 就是直线上升段 第二段呢 就是个常数段 第三段呢 是反比的那个地点段 那第四段呢 是个下限段 那我们这本课的话 这个参考文献包括结构学的 工程数学的 钢筋混凝土学的 还有两本规范 这两本规范呢 就是建筑物的耐震设计规范 还有混凝土结构的那个设计规范 然后呢 这两本规范呢 在营建署的网站可以下载 还有两本书 那这两本书呢 就是混凝土工程设计规范的应用 然后它是有上车跟这个下车